人与人之间相隔一米 慈激志工做好 自身防疫工作 准备清扫病房 马来西亚COVID-19疫情肆虐 隔离病患持续增加 双溪毛诺医院 急需增设病房 应付需求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 是双溪毛诺的马峰病院 绝龙慈激志工 动员60人清扫病房 愿房会陆续将COVID-19病患 转移到这里 五人一组分工合作 一个早上总共清理了控制的圆麻峰病院 11间病房 每次看到医护人员在前线抢救生命 都感觉非常的感动 很感恩这次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来付出 自己可以付一点点力量来帮助那些医疗人员 希望这个在这一间休养的病人 他们恢复力是会比很多很多人来得很快 因为有我们慈激人的爱 Covid-19疫情当前希望人人团结一心 共同停过这场疫情危机 大爱新闻陈静云 林彦均 张智亮 马来西亚报导